天气说变就变,阳光一下子就消失了,寒风吹了过来,雪花莲的花瓣在风中抖动着。 你来得太早了一点,现在可是冬天,你休想夺走我在大地上的同志地位。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寒风,我只是在鸡血下憋坏了,我想早点出来见见这个世界,我想早点看见夏天。 你这朵不自量力的小花,天空现在是属于我的,阳光可猖狂不起来,你想看见夏天,慢慢等着吧。 等,我可不想再等了,我一定要率先开放起来,我要召唤夏天。 别我想了,我们仍然在统治着这个世界。 你应该能感觉得到,乖乖地听我们的话吧,待在家里,不要跑到外面来展现自己,属于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哇,夏天马上就会到来的,我深情现在已经是属于我的时候了。 天气寒冷刺骨,连着好几天一直没有一丝阳光。 对于这样一朵柔嫩的小花说来,这样的天气只会使它冻得裂开。 但是雪花连自己都不知道,它竟然那么有力量。 它由于快乐和对夏天充满信心而有力量,它深信夏天马上就会到来。 它深深渴望的心情已经预示着这一点,温暖的阳光也肯定了这一点。 看吧,雪花连,你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受苦了吧? 快蜷缩起来,到积雪下躲一躲吧。 不,我要看着夏天到来。 你会裂成碎片的,你会哭,我会变成病。 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你为什么惊不起诱惑? 阳光骗了你啊,它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好使你成为在冬天想夏天想疯了的话。 你这个傻瓜。 想夏天,想疯了的话。 这朵花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 啊,它是这里唯一的一朵花呀。 我要把它带回家,摆在客厅的餐桌上,妈妈看见它一定很高兴。 这些孩子的话,让我感到真舒服。 这几句话,简直就像温暖的阳光。 我现在觉得浑身都温暖了。 我相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哼,这不是雪花莲吗? 原来这种花叫雪花莲呀。 嗯,这是你摘的,送给我怎么样? 不行不行,这是我专门摘来给妈妈看的,整座城里就只有这么一朵花呢。 那我用一块巧克力跟你换,怎么样? 不换。 好弟弟,你就送给姐姐吧,姐姐有很重要的用处呢,而且姐姐答应你,等妈妈看过这朵花以后,我再拿走它,行不行? 嗯,那你得给我两块巧克力,我才答应。 行,就给你两块巧克力。 今年,我也通过了成年礼,虽然你不在家乡,但是我不会忘记你,你就是我的雪花莲,我会等你依景欢乡的。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好像又从夏天回到了冬天,回到了冬天积雪的下面,天哪,这里和我原先在积雪下一样黑暗,老天保佑,这种日子快快结束吧。 难不成,老天爷真听见了我的祈祷,夏天终于又回来了。 嗨,是谁给你写的信,还服从一枝花啊? 你连信都看了,还问我? 信是看了,但是这封信没有署名,我怎么知道是谁啊?而且,送雪花莲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风俗,修过成年礼的年轻男女,可以相互赠送一个一年中最早开放的雪花莲,并且在赠花的时候,要附上一封匿名信,好让收信人猜猜花是谁送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看你的样子,一定是朝思暮想的那个姑娘送给你的花吧。 嗯,当然了。 唉,她在等我一尽还乡呢。 帅气小伙的抽屉里有许多信,但是这些信都没有花。 雪花莲是第一朵花,也是唯一的花,正像阳光曾经说她的。 想到这一点,雪花莲就十分高兴,她这么想着想着,夏天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等她再露脸,夏天又一次来了。 你是在耍我吗?你欺骗了我的感情,真让我伤心。 是你来迟了,我已经喜欢上我身边这位公子了,这辈子除了他,我任何人都不嫁。 你,你。 你,你。 好险呢 我差点就和那张纸一样 变成灰烬了 幸好餐桌挡住了我 现在又是夏天了 这是什么时候 从书里掉出去的标本吧 哎呀 这里有一朵雪花莲 一朵想夏天想疯了的花 我还记得 二十年前在雪地里 我还摘过一朵雪花莲呢 我想他躺在这本书里 绝不是偶然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就像这朵想夏天想疯了的花一样 他是一个想当诗人想疯了的人 可怜的安卜洛修丝肚骨 他出现得太早了 所以就碰上刺骨的寒风 他在那些贵族眼中 只不过像是瓶里的一朵花 夹在诗集中的一朵花 然而在当时 他仍然是唯一的一个年轻而有生气的诗人 好吧 雪花莲 你就留在这本书里 做个象征吧 于是这朵雪花莲又被放到书里去了 他觉得又荣幸又愉快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本美丽的诗集里的象征 而且写出这些诗的人也是一朵雪花莲 一个想夏天想疯了的人 一个在冬天里被看作傻瓜的人 这就是雪花莲的故事 她能алосьrei 带来有一群 нее 似乎还NE 一小时 百年 是 畅